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 我是花枝丸 那我們這個S3賽季呢 終於是做了一個最大最大的更新 那這一次呢 最主要的更新呢 是加入了兩隻星球員 那第一隻呢 是我們的英格拉姆 那我們目前呢 暫時稱他為小KD 再來呢 是我們的MyGrady 目前實測下來無敵 真的是無敵 這個角色呢 跟德老一樣要搶路 不過呢 他需要高圖 他如果沒有高圖 搶路並沒有那麼高 那這兩隻角色這一集 不做太多的介紹 原因是因為呢 還在測試當中 那其他六隻呢 測試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會覺得說 這兩隻我們先放在備選名單 那英格拉姆呢 我認為 他還是略遜色於杜蘭特 我們待會跟大家解釋到原因 那我們就非要不作說 來帶大家解釋 這六隻成卡復刻的活動 就是這一次呢 有所謂的巨星返場的補給箱活動 那這六隻呢 分別是我們的這個 老伯朗詹姆斯 然後跟我們約基奇 杜蘭特 楊尼斯 柯瑞 恩比特 這六大的超級巨星的回鍋 那重點是你要選擇一隻 你就可以自己選 那到底要選哪一隻呢 很多人這邊一定會有困惑 那要選哪隻比較好 沒關係 這一集幫你做解答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講解吧 那我們先介紹 第一隻有改動到的角色 就是拉布朗 那角色呢 被改版的東西用呢 他的大絕王者側合的速度變快了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他這個速度是變快的 那這個鍋點呢 原本是在劍拔出去的時候 那現在已經改為呢 在劍拔出去之前就得蓋火鍋了 速度很明顯 比原本快很多 那第二個改動呢 是集中三分 拉布朗詹姆斯呢 其實目前為止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三分球第一顆普通 是不會進的 高機率是不會進的 不過這個練習模式是最會進的 那你在實戰中是完全不會進的 除非 你先打了一個兩分球進球 那你的三分球才會進 否則呢 他就是第一球絕對不會進 第一球唯一的進法 就是使用他這個集中三分 那他第二個大buff呢 就是這個集中三分速度變快 不過呢 我不知道是這個遊戲的bug還是怎樣 呃 練習場的這個速度很快 可是你在實戰中的這個速度 跟以前一樣慢 我不知道這是bug還是怎樣 就是覺得說 實戰的時候 這個其實不夠快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bug還是說 這個練習場 太快 我其實不太了解 那主要是buff這兩項 那如果這個集中三分呢 在實戰中的也是這麼的快的話 我認為是很強的 因為他其他東西有buff 跟他的坦克衝撞這一招 這個比明顯呢 原本的速度快好幾倍 原本超級慢 現在這個超級快 變成你一個走位失誤呢 你被labong james頂到的話 那就是一個兩分球了 這個頂到就是一個兩分 而且速度改的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這兩大改版呢 就成為詹姆斯的優勢 因為他只要這樣頂到你 然後扣到一球 他就可以只有三分了 他三分球普頭就會進了 他就不希望集中三分 那就會變成了 這個labong james會有優勢 所以這個labong 算是一個非常強的大buff 那再來呢 是這個坦克衝 坦克的這個灌籃 原本的這個灌籃的距離呢 只能在這個四到五碼 那現在延伸到三到五碼 都可以使用這一招 那你離越近呢 腳步就會踏得越快 例如說我在四到五碼這邊呢 突破 就會變兩步的扣來 然後如果我在兩到四碼的話呢 他就會變成一步的 這種踏一步扣來 會越來越快 所以他的進攻方式變多了 那如果你是一個很專心 labong的玩家 你甚至可以在這邊做迂迴遊走 然後別人就要去猜你是要扣來 還是要去做一個後仰投來 就要跟你做猜拳 那等於是把labong的短板 一口氣給補足了 而且呢他相對呢 他的火鍋能力本來就很強了 所以這次的巨星返還 labong是一相當大的buff 是非常推薦這角色的 最後呢會再講哪一角色是我最推薦的 那目前為止的labong的改版大概就這些 非常非常的強勢 第二次要介紹的是 這是也有改動到的柯瑞 那柯瑞最大的改動呢 是他原本的這個側頭三分球 變成可以在這個三分線內使用 那原本是不行的 原本只能在三分線外使用 然後現在多了這個 那可以在這個裡面使用 不過說實話這個改動呢 對他來講我認為幫助並不大 而且呢他有被改了一個跳球的站位 原本呢如果跳球跳完之後 他是可以接到球 然後直接做側頭 來做開局的三分球瓢分 不過這個因為這個版本呢 做了一個跳球上的微調道 至於這招呢沒那麼好用了 所以他其實我覺得其實 雖然說紀念組上是buff 但實際上是nuff的 那有改動呢 還有這個柔和拋頭 那其實說真的這個也很少人在用 因為這個特別的好幹 那再來有一個改動式呢 這個備運順敗 這個備運順敗 這個往前這招 就是突破三下 這個原本是高機率被撞停的 那這個被撞停的機率呢 吊球機率減少 就這樣而已 所以呢這個柯瑞的改動 我是覺得還好 不過他的穩定手感呢 就是一個被動技能 變成了中頭命中率 跟三命中率就增加了 那這個改動呢 就會造成他可以做一個 打兩分或打三分 不過實際上這角色打兩分 我覺得太激熱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柯瑞這個版本呢 並沒有到太好的加強 說實話 不過他本來就很強勢了啦 所以我覺得加強也不合理 那整體改動呢 覺得還可以啦 就變成進攻再多樣化一點 摔球的手段呢 比較多 但就變成呢 如果打二分柯瑞的話 沒有得那麼大的有幫助 那就是柯瑞的改動的部分 接下來要介紹呢 是楊妮絲 那這次楊妮絲的改版呢 也差蠻多的 他總共改的東西呢 也是非常多 第一個呢 是他蓋到火鍋之後呢 移動速度就會做小幅的增加 總共可以疊加兩成 第二呢 是在五馬內的時候 你就算是這個副角度 你也可以輕鬆扩來 有時候 有時候 上次還沒改版完的時候 你在這邊移動 你的扣籃 有機會變成很醜的上籃 但這次改版完之後呢 變成100%的扣籃 也就是說 楊妮絲會有更多的攻擊選擇 原本呢 很多人會在這邊做左右擺動 可以做一個鏡頭的瓢分 或者是這個字母反觀 那有時候可以用花式動作 來去做一個終結 非常多說法的 那但是這一次呢 有時候會出現那個很醜的上籃 那這次改版就是把那個很醜的上籃改掉 讓楊妮絲有更多進攻的機會 而且 他的扣籃 只要被對方蓋到火鍋 他下一次的對抗抵抗成功機率就會增加 例如說他這次 你這次扣籃被敵人蓋到火鍋了 被蓋到了 那你下一次的扣籃呢 你的對抗能力就會增加 敵人蓋你呢 就很高機率會出現對抗失敗 那這個改版非常OP喔 等於是 原本已經很噁心了 你開大決已經 對抗已經夠噁心了 那又改的更噁心 所以這個對抗呢 是非常強的 而且這個版本呢 保羅有buff 那保羅的buff是傳球之後呢 給這種有扣籃對抗角色 會再增加呢 所謂的這個 對抗能力 然後鋪球也有被改 所以這個灌難症呢 搞不好之後 在比賽真的會出現 因為你會一直對抗失敗 即便你會蓋 你都會對抗失敗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改動呢 所以一定要呼籲所有的球員呢 都要準備兩套潛能了 否則你遇到這種無恥羊靈絲 你會直接爆開 因為他會直接扣籃 那這個我覺得還蠻噁心的 那另外一個改動呢 是羊靈絲的b挺動作 那這個b挺呢 可能要用到這個 技能練習給大家做示範了 原本他這個強勢b挺是這樣的 他開完大決會有一個強勢b挺 那b挺完呢 是沒辦法直接按抄截的 不過這一次改版完之後 變成他的強勢b挺之後 可以顯接抄截 例如說這樣 放屏 按抄截 他會是一個不會僵死的 以前是會僵死的 所以這個改動呢 會給楊靈絲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再來是他的六徽章 只要搶板失敗 防守那個 他的籃板競爭值 會增加12點 籃板屬性會加12點 然後防守籃板競爭值 會額外再加8點 直到他下一次搶籃板成功 所以他本來籃板就很強了 如果你們有在看比賽的話 就會發現 楊靈絲的籃板本來就很強了 那加上這個六徽章天賦呢 變得更強 所以楊靈絲呢 在這個籃板呢 是蠻大的受惠者 那很多人會覺得他下水道角色 我不這麼認為 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這角色 真的蠻噁心的 而且呢 這角色相當有未來啊 被這樣亂改一通之後呢 非常的噁心 那這是 雅尼斯的改動 再來要介紹的是 我最喜歡的角色 幽靈奇拉 那這個角色呢 在這次的改版我可以說 是完全沒有用 原因是因為他的改版是 第一個就是這個 夢幻傳球不會被抄解 可是他實際上 本來的傳球就不太會被抄了 所以這個改版呢 有跟沒有一樣 那第二個改版呢 是他在做卡位的時候 他在搶籃板的時候 他的卡位呢 會增加 這個籃板的競爭值跟籃板的範圍 可是這角色有個重點是 你在進攻的時候 你會幫隊友擋拆 那擋拆完之後 你去得分 例如說隊友傳給你來得分 那你也不可能去下面搶籃板球 所以這個 必須利用這個卡位 把別人卡在後面 增加籃板競爭值的這個 改動呢 對他來說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勉強來說呢 只有你在防守籃板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卡位動作 但是這個版本很容易有 三個角色都必須拉開的一個陣容 那這個角色的短板一直都是蓋火鍋 然後跟跑動速度 所以這個卡位的改動呢 說實在話 對於約定騎來講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這次的改版呢 比較小失望一點就是約定騎的部分 那基本上呢 他的改動是比較少一些些的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杜蘭特 他的改版也蠻特別的 主要是改版呢 這個扣籃的時間速度變快 但是呢 可冒增速不變 但速度變快了 再來是突破這個投籃速度變快 那就這樣而已 那另外的改版呢 是屬於他的徽章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改版還蠻重要的 因為阿杜最大的問題是他的跑速問題 那我剛有介紹到英格拉姆這個角色 我們稍微做一下屬性的配對 就會發現一件事情了 原本呢 他這個徽章呢 其實給的特別爛 那大家都知道我是這個杜蘭特鐵黑 但是我們還是要認真評論他這角色 那我們做一個球員對比 我們把最新的角色這個英格拉姆給叫出來 那為什麼英格拉姆會被我們稱為小杜蘭特 是因為他所有屬性都比杜蘭特還要低 都比他低 沒有比他高的東西 基本上 那比他高的東西都是一些沒有用的 彈跳也是杜蘭特比較高 那傳球比較高也沒有什麼用 那他唯一比杜蘭特強的就是這個跑動 硬身比杜蘭特多了8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杜蘭特的二徽章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改動 他的二徽章呢 原本是加所謂的趴數 這個二徽章 原本是加趴數 這個跑動屬性原本是加趴數 變成了加4 那加4就會變直接機體提升 所以他只要有兩層的話 他就跑得比英格拉姆快了 何況是三層 那就比英格拉姆快很多了 那所以呢 阿杜會變成可以去玩他了 他至少跑速不會是他的大短板 所以呢 我會覺得英格拉姆還是小杜蘭特 不會因為呢 英格拉姆出現 而杜蘭特呢 變成小英格拉姆 所以這點大家倒是不用太擔心 那以上是這個杜黑的詳細介紹 最後要介紹呢 是鉛筆的部分 那鉛筆的話 就只有改動一個 就是他的沉澱的速度變快 他這個相信過程的速度變快 那進化的速度呢 疊成速度什麼都增加 那開光之後的三分球 出走速度大幅增加 給大家看一下 他可以變成這個雙手發光 使的突然速度會大幅的加快 真的快蠻多的 那這個東西呢 也會讓他 因為現在他最大的原因就是說 他發光的時間也太慢了 導致於其他中鋒一開始就比他有更大的優勢 不過這個版本呢 nerf的波神 buff的這一次 就導致於他會有一點不錯用 但是說實在話 真的要比起來 還是遠不及我們的ad 就是這個速度變快 你看他越來越快 像這個已經到疊滿了 疊滿之後至於看這個速度 超級快 那這個我覺得差蠻多的 但是呢 會不會成為版本主軸呢 好好再觀察一下 因為目前看下來 阿德巴約跟AD還是比較強勢一些 那他可能會被排在第二順位吧 即便做了這個buff 那以上就是這六大巨星角 回歸的一些大改版 先解釋給大家聽 怕大家有不了解的 那最後呢 就來評測一下 這次是夏日聖殿的這個 六大巨星 到底最推薦哪一隻 那我個人所推的 都是大家一律推薦的 就是 因為這個改動真的差太多了 他完全補足了 他進攻的短板 那只要你能扣籃得到分 打到一個中頭 或是兩顆中頭 你的三分球就可以補頭了 所以集中三分呢 即便有出現bug的情況呢 我們都還是優先推薦大家選擇 好不好 那他最優勢的量是在於說 他不需要高圖 他只需要一圖 他就能上場了 所以他的條件呢 沒有那麼的嚴格 所以 這個是我們最推的 那再來是柯瑞 柯瑞 我只有簡單的一句話 你沒錢六圖 請你不要抽他 你要抽就是把他搞到六圖 他沒六圖就是很爛 所以這角色即便他做了 太多的buff 太多的微調 他就是一隻需要高圖的角色 所以這角色 強歸強一定有用 但是如果你沒辦法六圖 你就不要考慮他了 楊尼斯是我們這邊這一派的人 私心推薦的 我們真的覺得這角色是有戲的 而且強度非常高 雖然現在普遍被大家質疑 但是我們還是認為這角色是最有前景性的 所以呢 最推薦的順位的 我們會認為是老婆王是最優先的 而且他不用高圖 楊尼斯呢 只要開到第二層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藍板值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扣籃的部分 所以你只要帶力量套啊 然後開到二會章也可以 所以 拉伯王跟楊尼斯是我們最推薦的 那第二推薦當然是有錢的部分 就是柯瑞第二推薦 那你要有錢喔 沒錢的話他就是最後部分 請你不要選他 沒錢請你不要選 那杜蘭特呢 目前還在實測中 那我們覺得他可能就會跟這個約老師這邊 比約老師再好一點 大概這六大角色改動吧 最有感的是老婆王最強 然後來是楊尼斯 柯瑞排在T2 杜蘭特也排在T2 那恩比特也排在T2 基本上這三隻呢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恩比呢 大概往上移一接吧 那約老師因為版本的關係 太悲劇了 因為他目前拉空間嘛 他沒有被改到跑速嘛 所以他被拉空間會很難防守 那再來是說他進攻很容易遇到AD 那AD有補防的技巧 而且這角色也需要高圖 那沒有高圖沒那麼強 因為他需要開籃板球 那你沒高圖的約系七呢 就沒那麼強 那即便我的約系也是滿圖 我也覺得沒那麼強 原因是因為呢 那個戴維斯會Counter他 所以找出你空間拉不了 所以你打不了啊 那即便呢 波神Meneerf的籃板對手少一個 不過又多出了一個恩比 然後又多出了楊尼斯 他還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們目前最推薦的第一名呢 就是拉伯王 第二名呢是楊尼斯 那再來呢是我們的 有錢的柯瑞 那沒錢柯瑞就不要考慮 然後來是阿杜跟恩比特差不多 那再來是這個約系 以上就是這六隻 我們比較推薦 如果大家還沒有入手的 這是我們比較推薦的順序啊 那突破的部分呢 這兩隻真的比較便宜 那阿杜呢也要開到二徽章 那甚至更高 二徽章基本上就能玩了啦 但是一開進攻角還是開越多越好啊 不然準確度會有差 所以進攻角一定比較吃淺 所以這兩隻比較吃起來 情況下考慮到CP值 我滿意覺得這兩隻工具人是最穩的 那中鋒的話就不用講了 這個版本中鋒說真的啦 都被綁架了 只有AD跟ADVIO能出 所以這兩隻呢 恩比的還在研究中 那其他的的話呢 就給大家這些意見參考 那紫卡呢 由於片長的部分 而且還要實測很長的一段時間 之後會再做影片幫大家做解釋 紫卡有哪些是改版後呢 會比較強勢的 那這一集呢 就先針對這個成卡的部分 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們的這個 復刻活動的建議 那還沒抽的呢 可以開始抽啦 基本上不用太擔心啦 不會出錯啦 那如果你是真的很想爬分的呢 很簡單 打開球員有沒有 德佬抽起來 練滿 然後這個 外掛角 我們的TMAK最新出的 這個TMAK直接給他 弄滿 你真的很想爬分 你就抽這兩隻就好 那 最好就是抽德佬 因為德佬是完全一圖就可以玩 而且強到靠北 所以這個角色呢 最推薦的啦 如果你是真的想速度爬分 就抽德佬 那你有錢又想速度爬分 就抽TMAK 那其他的話呢 就只要六層卡順序去慢慢抽就好 那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有喜歡的心儀的角色 你也可以去選擇 你真正喜歡的角色 那以上就是這次呢 S3的改版速報 六隻角色到底要選誰 那分享給大家囉 掰掰 不是吧不是吧 花枝丸第三組LINE貼圖都已經發售了 你還沒購買第一和第二組的貼圖嗎 如果前兩個你不喜歡 那你就別錯過這次第三組 好用又好看的貼圖了喔 想購買或了解的請搜尋 SISUMB或花枝丸